太平洋战争三部曲二,岂非,柏林的指令。 作者,左左目让。 译者,张文颖。 第二部,十一。 在德国,德一日三国同盟正式签订条约三周后的一个星期五,横井忠雄海军武官又在德国空军省拜访了格拉夫少佐。 也就是那一天在东京、山邪、大冠和联合石油开发公司的安田进行的谈话。 这是德国方面提出要求以来的第三次会面。 上次和这次的会面都只是横井和格拉夫二人的单独会谈。 乌德特将军和莱七大使都没有在接触这项工作,或许他们甚至连后来的经过都无从知晓。 在第三次也就是这次会面中,横井心情显得有些沉重。 当初传达日本政府的答复基本上了解了的时候,倒还没有什么。 关键是在这之后,计划几乎没有什么进展。 昨天接到的电报上说,航空路线的确保上遇到了困难,连什么时候能够送出临时战机都还不能预测。 这个会见只是为了传达这些信息而已。 不出所料,格拉夫少佐说道,已经过了三周了,五关。 我们国家还在作战,请你也为我们想一下,我们可等不起你们这样拖拖拉拉的答复。 实在对不起。 少佐,横井低下了头。 虽然在级别上,横井比得拉夫少佐还要高一些,但是在这种情况下,虽然心里窝着火,也不得不低头。 虽然不能百分之百保证,不过,我想在宽限一周时间的话,肯定会制定出确切的空中运输计划的。 你说这些有什么根据吗? 东京的负责人正全力周旋此事。 我打算今天再给他们发报。 内容就说,乌德特将军在催促此事,请务必办妥,那就请这样做吧。 格拉夫少佐冷淡地说,之前我也说过,如果实在没有办法,延迟也就延迟了,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给出确切的日期和延迟的理由。 自从我们收到你们肯定的答复以来,对于明确的计划和工作的进展,可是一无所知啊,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? 是航线? 邵左? 横井边说,边使自己努力不去看格拉夫因烧伤而落下的丑陋疤痕。 对于如何解决印度? 伊拉克这两个大难题。 东京方面,所有的相关部门都为此伤透脑筋啊。 为什么? 格拉夫少佐面无表情地说道,如果说要求你们经过不列颠群岛的话,说不可能还算情有可原,可是现在只不过是在那片广阔的大陆上找到条路线而已。 日本政府,不可能同印度次大陆和西亚连这点,交情都没有吧? 除了政府和王室以外,没有建立一些非正式,非公开的联系吗? 我们国家的外交,正如国外诸国所指出的那样,进行迟化。 邵左。 格拉夫邵左将视线落在了桌子上,交叉臂抱在胸前。 令人窒息的沉默,蔓延开来。 仅仅三分钟的会见,只是一次没有实质内容的商议,或许说连商议都算不上。 如果事前打个电话,交流一下的话,或许完全可以取消这次没有价值的会面。 格拉夫少佐抬起有烧伤疤痕的脸问道, 五官,一会儿有时间去腾布尔霍夫机场吗? 这一问是横井摸不着头脑。 于是问道,我可以问一下,是什么事吗? 格拉夫少佐边,整理手边的资料边说, 今天有位伊拉克高官,要启程去维也纳。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,我可以帮忙引荐。 是什么样的人呢? 您的意思是,他对这次计划,能够起到帮助吗? 你和他谈谈看吧。 虽然他是伊拉克军人,但是强烈不满,英国仍然将伊拉克当作半殖民地进行统治,并且指责作为傀儡政权的哈希姆王室,或许他能助我们一臂之力。 他叫什么名字? 纳姆特、侯赛因大佐。 格拉夫回答说,在去腾布尔霍夫机场途中,格拉夫少佐在车里说了一些关于侯赛因的事情。 侯赛因大佐,出身于伊拉克南部的名门之家,在伊斯坦布尔的士官学校学习。 一战爆发前一年,也就是1913年,从士官学校毕业。 战争爆发后,围绕如何分割阿拉伯诸国、德、英、法、义、俄等列强,纷纷聚集到此地。 奥斯曼帝国站在同盟国一边,和德国缔结合约,对俄国、英国和法国宣战。 侯赛因在战争初期,作为奥斯曼帝国军阿拉伯师团的青年军官,在高加索战线,同俄国帝国军展开激战,炮弹的碎片穿入腿部而负伤。 在后方养伤期间,侯赛因渐渐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觉醒,和阿拉伯军内部的反奥斯曼军官团建立了很深的联系。 在战争白热化的1915年至1916年间,侯赛因毅然决然地举起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旗帜。 在被杀害的知识分子中,就有侯赛因的叔叔。 1916年6月,麦家的谢里夫、侯赛因、伊本、阿里,对奥斯曼帝国宣布阿拉伯民族独立的时候,侯赛因带领阿拉伯人部队从奥斯曼帝国军中逃走,和从巴士拉北上的英属印度军会合。 虽然英印军因遭到奥斯曼帝国军猛烈反击,而一度停滞不前,但由于和侯赛因的部队汇合后,重组了阵容。 在同年12月,终于扭转局势,向北部伊拉克展开攻势。 这次进攻中,作为最右翼的侯赛因的部队,在1917年3月巴格达解放战中,抢先于英印军,率先冲进了市区。 同年秋,奥斯曼帝国军内部的库尔德族部队,也大举发动叛乱。 因此,在北部伊拉克的奥斯曼帝国军,已经完全转为烈士。 侯赛因号召发动叛乱的阿拉伯军,重组了军队,主动加入了费萨尔王子率领的阿拉伯军,作为先头部队,挺进大马士革。 1918年9月,侯赛因为了切断土耳其第四军的退路,而加入了叙利亚的德拉攻略行动中,以部队三天八十人,牺牲将近半数的代价,赢得了胜利。 后来费萨尔亲自授予了他军功状,可以说,他是阿拉伯军人的楷模。 横井问格拉夫,曾经和英军并肩作战的军官,为什么现在要反英呢? 格拉夫回答说,他本来就不是所谓的亲英派。 作为一个阿拉伯人,也是伊拉克人,他既不希望英国代替奥斯曼帝国来统治阿拉伯,也不希望哈希姆王族来统治。 的确,伊拉克王室是偏袒英国的。 那是丘吉尔选派的元首,是个沙特阿拉伯人,伊拉克并不需要他。 侯赛因大左,是坚决反对他的。 德国打算支持他吗? 如果他提出请求的话,他来柏林可能就是为了这个。 不过这是不由我负责。 是不是在准备签订什么协定,或是条约呢? 又或是军事援助之类? 格拉夫的回答很冷淡。 不知道。 纳姆特,侯赛因大左,留着漂亮的胡子,是个体格健硕的军人。 年龄看起来在四十五岁左右。 漆黑的头发下面,是炯炯有神的双眼,面旁凹凸鲜明,皮肤浅黑。 身高和格拉夫少佐差不多,将近六尺的样子,穿着西装。 恒金五官和纳姆特大左,特意闭人耳目,在机场的汉沙航空经理办公室见的面。 在这个可以俯视飞机跑道的小屋里,除了他俩,只有格拉夫少佐在场,没有翻译,也没有值班的士兵。 进行过自我介绍后,侯赛因先开了口,我对同盟国的诞生,表示忠心的祝贺,提督。 英法两国对殖民地的统治,就快结束了。 恒金行礼后,侯赛因盯着他的眼睛,露出了友好的笑容。 特别是大英帝国正在走向没落,在美国,中东,西亚,还有远东,英国势力都不如从前,在世界民族主义觉醒面前再无回天之力。 其中,特别是贵国的力量,更不能小事啊。 这次同盟国的缔结,英国就不得不顾忌多福尔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了。 侯赛因慷慨接昂,大骂英国殖民主义,还称赞了以德国和日本为中心的新世界秩序。 用侯赛因的话说,德一日三国同盟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。 给予他们希望,并发出耀眼光芒的新世界的基本框架。 纳姆特的演讲,持续了十多分钟。 他可真是军人中的雄辩家。 恒景想,赶上机遇的话,或许会成为伊拉克的政治领导人,也说不定。 说完的时候,他脸颊通红,额头上甚至渗出了汗珠。 侯赛因紧紧抓住恒景的双肩,激动地对恒景说,攻打新加坡吧,给英国远东军以致命打击,把英国舰队消灭在马六甲海峡。 这样一来,印度就能站起来了,伊拉克就能崛起。 远东,印度和伊拉克烧起战火的话,英国就支撑不下去了。 他不可能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,继续维持,只能投降。 然后撤出整个亚洲,所有的英国资本都撤到不列颠倒。 然后英国政府同伟大的德国元首签订和平协定。 你们会这样做的吧? 提多。 恒景清了清嗓子说,真想让在东京的松岗外向和东条陆军大臣,也听一听您的高见。 侯赛因突然压低嗓音问道,那么,你们的困难是? 恒景侧目看了下格拉夫少佐。 格拉夫是帮忙引荐的人,对他没有什么秘密需要隐瞒的。 事实上,最近德国和我国之间制定了一个联络机的飞行计划。 为此在亚洲需要几个燃油补给基地,可是英军的存在,妨碍了这个计划的实行,补给基地一直确保不了。 飞机场,是吗? 是的,能给联络机加油的飞机场。 是为了柏林和东京联络使用的飞机是吧? 恒景点了点头,格拉夫少佐也转向侯赛因,赞同似的点了点头。 侯赛因露出了沉思的神色,一会儿又大声说道, 今后我们还能保持联系的吧,通过驻巴格达的日本大使馆怎么样? 德国大使馆也没问题。 格拉夫在旁边说道,通过德国大使馆,经由我或许更方便。 后天我和你联系吧,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? 恒景回答说,对英军要绝对保密,仅此而已。